爱子你,你却又有家庭,我该怎么办? 到底什么是爱,不想做第三者,可是我真的爱你。 为什么有一些人明明有家庭,有孩子,却还是为了婚外的爱,而放弃现有的家庭呢? 一位朋友跟我说,自己和老婆结婚十年,感情一支不闻不火。 就在前段时间的老同学聚会,发现老婆对自己的感情变了。 老婆有意躲避和自己的眼神碰撞,夫妻生活上爱人似乎也提不起劲来。 直到最后,老婆向他提出离婚,抛弃家庭,抛弃孩子,妻子不顾家人社会舆论的反对,执意要和那个男人走。 说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真爱,不想再和自己过这种没有爱的婚姻了。 那个男的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,在这里我想给那个女人说, 不要给自己不负责任,背叛婚姻,戴上真爱的帽子。 不负责任,背叛就是背叛。 任何的真爱是建立在不伤害别人的基础上。 为了追求不被认可的虚幻的爱情, 你伤害和自己的孩子,和他人的孩子,女人们要知道, 任何的激情总会有退去的时候, 这样的代价太大了。 并非什么人都能沉重, 未必以后,你不会为今天的行为后悔。 等孩子长大了,你终究要面对孩子自己的眼光, 你想好怎么解释了吗? 那个时候,难道说妈妈因为爱,我想孩子会自问你, 如果你和爸爸没有爱,那我是怎么来的? 女人们,你解释不清,家庭在意味着责任,担当。 为了一段感情,自己认为相见恨懒的爱情, 放弃自己的家庭孩子,成为社会朋友的舆论。 等到激情退去的时候,你会发现, 你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,真的不值得。